渾水臨終之前的訪問 你擔不擔心自己被人拘捕呢 應該八成左右 我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被人拘捕 我可以吃零人血饅頭 這條片的view數會爆升 正所謂做人沒有公關 就像香港沒有公關一樣出事 以前經常人都說 上網是要考牌 因為說話不行就容易炒車 但實際上 現在上網我們叫做網民 但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就沒有網民和市民之分 不就是人 說到上網和現實分不開 今天這個嘉賓運水 就最有效 為甚麼呢 你說說你做過甚麼事 我本身是社開專欄 最近就因為投資壹傳媒的股票 令到多了人認識 你說得很低調 其實就不是投資壹傳媒的股票 當時他最低位建立8月10日表 被人拘捕 就是7,8元 是 是先股 你買了其實也有風險 可能是攬過小的 那時買得也有風險 買得也有風險 買得也有共存亡的感覺 你買了一百二十多萬股票 那時是多少錢 九萬元左右 大概未夠十萬 未夠十萬 而且我還未到很高位的時候就放 大概升了幾成 因為我九萬元贏七萬元 一倍都沒有 所以也不是想像中所謂高位的股票 你那時差不多七八成 你總共捐了十萬元出來做獎學金 你是不是怕人罵你人血饅頭 你先捐定 又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那時的數目不是那麼大 贏了都是七萬多元 倒不如捐了它 所以我有個假設情況 如果我是你 我買了十萬元左右的股票 如果我這麼厲害 一個九毫六我放到 那你賺二百多萬 決定會不會不同 都一定是要捐的 不能不捐 否則會惹你很大麻煩 這樣賺了一筆錢 還花了的話 可能它就硬屈你 不知什麼花錢 或者什麼 所以如果我一早想定 明目是捐了它的話 避免了某部分的法律風險 是的 這個就是人血饅頭 你怕不怕被人說 你在這裡吃饅頭 如果你賺得多錢 說真的 我股票贏七萬元 都不可以叫人血饅頭 如果你說透過政治論述 或者黃絲賺錢 有很多大的KOL 甚至乎有些KOL 本身難聽說 我都認識它 本身它是紅底 突然變黃又賺錢 那些會有更多的指控 經濟圈算是一個 現在社交媒體上 一個很強的民粹 在黃絲這個圈子裡面 你要眾籌登報很快 你要眾籌養一個手足很快 但是 如果你是用商業角度 來接觸黃絲經濟圈 就會有很多的障礙 人家就會變回這個東西 就是人血饅頭 你怎麼看這種民粹呢 最基本的本質就是情感消費 我覺得兩邊都一定會有人罵 無論你是做得好還是不好 或者你的動機是單純還是不單純 都是會有兩邊的 其實那些東西是會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 撐得住那一下 不死 那就OK了 我們不應該太在意 那個網的一些想法 又或者不要將那件事 好像中二病那樣放得很大 我想全香港 七百萬人關心財經的 散戶是有的 不知道只有七百十萬人 七百十萬人 然後還要認識我運水 可能真的只有幾萬人 所以真的整件事 不是大家想到那麼大的影響力 那麼多人關注 就是做好自己 活下去 這樣才是最好的 以前我們經常說 有多點點點點就好 但是行內人就明白 有點點點不代表有錢 但是在現在這個政治時勢 他們的市場預算 流不下來 你會否覺得社交媒體難了賺錢 是難了的 這個模特兒也要改變 看看你能否捉到那個時勢 譬如肥佬黎 說訂閱很多人都會馬差距 我覺得是開始要用一些商業的數字 就是分開 有些是2B 有些是2C 以前社交媒體可能是 廠商下網購給你 就是B2B 去落你的人 你的Publishers 再散給你的讀者 這個就是B2B 但現在倒轉了就是 讀者給你錢 訂閱鍵 就變成了B2C 其實那個心態是不同的 以前是說 溝熟那個客人 控制預算的人 或者某一間派廣告的 銀行社交媒體 那你就拿到錢了 但現在不是的 你不是溝熟那些人 你反過來要溝熟那些讀者 除了有些內容上的建立 你可能要周期性做些活動 又或者回答一下他問題 客戶服務 兩套技術是不同的 所以賺錢方式是不同的 我覺得這一樣B2B 和B2C的理論 就算放在黃藍也對 其實黃C的錢 都比較多是2C 但是你去到 藍絲那些是2B 那B是誰呢 那當然是北京 這個不用說了 所以大家都走一兩個市場 如果用回商業世界的術語 我覺得這樣去分 會有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你說商業上 藍絲沒有那麼需要面對這種民粹 因為那些網民怎麼罵我 都是跟那幾個交易而已 那個大D、大MASA 就是我要做那幾個 但是要面對民粹的黃絲 因為它打不到B2B 很深層次來說 就是為什麼黃絲 KOL也好 公司也好 要面對民粹 就是因為它們要做B2C生意 我相信很多人訂閱了蘋果 是不挑剔蘋果的 我自己都沒有看完 太多東西看了 都純粹情感消費 但其實現在 好像變成了有一班客人 不是我打算給你錢的 就是情感 都是一種民粹 看到蘋果被拘捕 不是不支持蘋果 它的產品就是慘 就是告訴別人自己很慘 讀者不太知道你的產品如何轉變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產品到底蘋果多了什麼新台 剪片有什麼不同了 影片的production value 有什麼不同 專訪有沒有什麼做法不同了 沒有人知道 變成我覺得KOL容易走過media本身 因為KOL有時候可能是一個人說話 不用錢的 就是時間成本而已 又沒有團隊要跟 2007年 吉伯利重新launch了 它一隻舊底屎 在80年代出過的巧克力Whisper 緣起 在2007年的時候 有粉絲在Facebook留言 就很希望吉伯利重新出多一次 這隻Whisper 因為它真的很想念這隻巧克力 甚至在一個著名樂隊的表演 都有人衝上台拉Banner 就說給我回Whisper 它做了這樣的活動 於是就有一個叫做 Bring Back Whisper的campaign 就在社交媒體上爆發了 幾個月之後 就很短的時間 吉伯利就聆聽民意 就重新推出了這個Whisper的巧克力 網絡影響了現實商業世界的進行 而商業世界也都因為網絡而改變了很多 網絡和現實是否真的分離 在這件事上我們應該會學到更加多 我們下集公關駕駛學員再見 報真相 港人話 9時半蘋果新聞報導強勢登場 Astronaut viewer 有些君子 我們會rogue 我們會選賀 我們會選賀